英国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30号向全球示警 他指出当前世界正面对除了恐怖主义以外三大威胁 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其中他更直接点名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冷战后军事经济的主导地位 他也直指北京必要时很可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他指出中国以优越的情报实力通过控制和监视技术向世界输出专制 不过由于北京高层极力扩大自身利益考虑采取大胆并且果断的行动 很可能过于自负的结果让北京可能低估华盛顿的决心 导致误判风险最终可能使冲突风险升高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